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6月19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刚刚接触了对中国为期两天的访问 他本来应该在今年2月份就访问中国了 但是碰到了中国流浪气球事件 所以推迟了 这次他先见了中国外长秦刚 两个人交谈五个半小时 还一起吃了两个小时的晚饭 后来又见了中国真正的一号外交官 中央外办主任王毅 谈了大约三个小时 最后又被习近平接见 谈了35分钟 如果抛掉了翻译的时间 那么就剩下大约20分钟 分给双方的时间 也就剩下了大约10分钟 能够谈出什么问题 我估计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在听习主席 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致命的方向 真正的有实质性的内容 是在跟王毅 特别是跟秦刚会谈的时候 那么双方究竟在那几个小时之内 谈了什么内容呢 从双方的公告 是看不出来的 比如说 你看中国的公告 你会以为 布林肯这次是专门跑到中国去 当面受训的 因为中方的公告说了 说现在中美关系进入低谷 完全是由于美方对中国错误的认知造成的 一切责任皆在美方 要求美方要反思 要纠正错误 以气很强硬的 相当于就是把美国骂了一顿的 因为现在中国搞的还是战狼外交 这个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 把外交部当成了国防部 是要去攻击人家的 是要羞辱 谩骂人家的 但是呢 美国这边呢 还是用的传统的那种外交的方式 认为说既然要谈嘛 那就好好地谈 谈判是为了和解 为了求同存异 为了妥协 既然跑到你们国家去了 去访问了 那么呢 就是要好好说话的 而不是说跑去跟你吵架的 而且现在美国也是希望说 中美关系能够稳定下来的 从美国战略的角度来说 现在最大的国际问题 是俄国入侵乌克兰 是要集中精力来对付俄国的 没有必要 再把中国给逼到俄国那边去的 所以呢 是真心的想要稳定 想要改善中美的关系的 你看美国方面的公告里面呢 是没有骂了中国的 只是在表明自己的立场 说我们会捍卫美国人民的利益和价值观 会和盟友一起自立于 实现一个自由公开基于规则的 国际秩序的事件 即使你到了中国 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遭到了羞辱 被来了一个下马威 你也只能忍着 那比如说以前美国国务卿访问中国 中国国家主席接见的时候 都是平起平坐的 那包括2018年上一任的国务卿彭皮奥 虽然后来被中国方面骂成是人类公敌 但是呢 他访问中国被习近平接见的时候 也是平起平坐的 但是这次就不是了 这次中国就改变了方式了 变成了是美国代表团坐一边 中国代表团坐一边 中间坐着是习主席 就好像把美国当成了一个藩国 美国代表团 就像是人大代表团一样 来向习主席汇报工作 听习主席的指示一样的 所以中国感觉到这样一搞的话 特别的有面子 觉得羞辱了美国一番了 但是对于美国来说 人家是比较务实的 不像中国人那么讲面子的 其实呢 就中国方面 不管表面上表现的多么的强硬 实际上呢 还是很希望能够跟美国搞好关系 希望中美关系能够有根本的改善 因为毕竟中国的经济 中国的技术 都是依赖于美国的 更何况呢 还有那么多高官的家属 都在美国生活学习工作 或者呢 希望到美国生活学习工作 更不想说跟美国的关系搞得太僵 那么在短时间内 中美关系有没有可能有根本的改善呢 不久以前 比尔盖茨访华 习近平接见他 那就对他说 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 寄希望于美国人民 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 这句话呢 可以说只是对了一半 因为对中国来说 民意是怎么样的 根本无所谓的 中国并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他完全能可以无视民意的 民意呢 也是可以操纵 可以控制的 就像文革的时候 大家本来还天天的在骂美帝国主义 要打倒美帝国主义 结果尼克松一反华 马上就都不能再喊了 变成了要讲中美友好了 当然了 人家习近平 并没有说要寄希望于中国人民 根本也不把中国的民意当回事 他只寄希望于美国人民 所以他的意思 可能说的是 美国民间 那么的确呢 因为人家美国是民主国家 不管哪一党上台 谁当总统都必须呢 要顾及到民意的 所以中美关系的基础 可以说呢 是在美国民间 那么美国的民意是怎么样的呢 最新的民意调查表明呢 美国人当中 那对中国有好感的比例呢 是极低的 低到了只有14% 这个是史上最低 像在胡温时期呢 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的比例 是高于有反感的比例的 到了新时代 到了2013年 反感的比例呢 开始超过有好感的比例 然后到了2017年 有好感的美国人的比例呢 就直线下降 一路狂奔 直到现在只剩下了 14%的美国人 对中国还有好感 为什么绝大部分的美国人 都反感中国呢 因为他们认为说 中国对世界和平 对世界稳定 是起到了破坏作用的 认为中国是无视其他国家 包括美国的利益 认为中国还会干预别国的事物 所以大部分的美国人 都认为说 中美关系是没法改善的 认为中美在国际冲突问题上 在气候变暖问题上 还有呢 在传染病传播的这些问题上 是没法好好合作的 最多呢 在经济方面 在留学方面 可以合作 那么既然 绝大部分的美国人 对中国都没有好感 那么不管谁当总统 他都必须要顾及到这个民意 不会说不顾一切的 而且要改善中美关系的 所以呢 在短期内 我们是别指望中美关系 会有根本的改善的 不管哪一党上台 都会把遏制中国 的作为一个政策 中国战狼 把中美关系搞不好 怪罪于呢 是因为美方 对中国有错误认知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 美国人最反感中国的 是哪几个问题 是不是错误的认知 根据民意调查的结果 美国人最反感的 是中国跟俄国打得火热 90%的美国人认为说 中俄伙伴关系 那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那么这是不是事实 中国自己都在说 中俄关系不封顶 中俄不是盟国 甚是盟国 你怎么能够怪为 是美国人的错误认知呢 其次呢 让美国人反感的 还有呢 台海关系紧张 那么这个是不是 也是一个事实 还有 让美国人反感的 还有中国的人权政策 那么 这是不是事实 所以呢 这些问题都是真实存在的 并不是错误的认知 而且呢 这些问题都是中国自己造成的 是怪不了别人的 中国方面要美方 要反思 要改正错误 要改正错误 其实最该反思的 最该改正错误的 是中方 当然了 你别指望 中国的战狼会真的反思 会改正错误的 中国战狼 是要为破坏中美关系 要承担很大的责任的 因为他们天天呢 就在反美 就在骂美国 本来嘛 你发表这些反美 骂美国的言论 那只是为了 演给领导看的 是为了演给中国人民看的 美国人原来未必会知道 因为呢 以前都是用中文发表的言论 在中国的网络 中国的报刊上发表 这些言论 美国人又不会关心 但是呢 现在中国的战狼 又都纷纷的跑到 美国的社交网络 比如说到推特上面 活跃的很 用英文直接的 就在那里 骂美国了 那么呢 美国人就能够看到了 所以呢 你看那些中国战狼的 推特上面 一大堆的都是在 对他们冷嘲热讽的 我不知道 他们骂美国的这些推文 还用英文来发表 想要改变美国人 对中国的看法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想要改善中美关系 那效果 更是适得其反的 所以中国如果真的 想要改善中美关系的话 首先呢 就应该 处理这些中国战狼 正是他们 在破坏着 中国的形象 让美国人 对中国越发的反感 好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下次的节目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